近年来美国借口所谓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制裁新疆棉花 粗暴扣押并销毁新疆棉制品 甚至迫使众多的服饰品牌抵制新疆棉花 为了探究美国涉疆制裁对全球棉花产业链和我国棉花产业造成的深层影响 近南大学研究小组通过实地考察和走访 完成了美国涉疆制裁对全球棉花产业链的影响独立研究报告 报告今天在广州发布 这份报告已事实揭示了美国基于地缘政治利益实施制裁 破坏了全球棉花产业链 而所谓的强迫劳动侵犯人权 不过是美国意图打击他国巩固霸权的借口 研究小组历时三个多月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广东省的17个县市进行调研 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调研报告 我们在调研当中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强迫劳动的痕迹 所谓强迫劳动和人权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 美国涉疆制裁的本质 并不是所谓人权问题或者强迫劳动问题 最后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调研发现的各种各样的企业 实际上利润都非常的微薄 报告认为中国棉花产业凭借优质的棉花原材料 完善的供应链网络成为全球棉花产业链的中心环节 因此破坏中国棉花产业就等于破坏全球棉花产业链 大量事实证明 美国涉疆棉花制裁对全球棉花产业链的各环节造成了打击 包括原料生产 棉纱加工 染汁 面料生产 服装生产及终端销售等环节 报告还指出 美国涉疆制裁并未对我国国内棉纺制造环节 造成明显影响 首先 在政府企业农业合作社的多方户航下 新疆棉花种植户不担忧美国制裁风险 仍希望继续扩大生产 其次 我国相关政策和市场期货交易机制 对棉花原材料供应提供保障 并且得益于国内市场的强大韧性和抗压能力 国内棉纺加工制造环节 良好运转 对棉花原材料供应提供 对棉花原材料供应提供